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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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是阿怪 又到了這個月的月底啦 這次一樣我來介紹 9月份上市的示範手機遊戲 那在看遊戲介紹之前 記得先訂閱我啊 那我們看一下 9月份的Top10示範手機遊戲吧 2.5次元的誘惑 天使門的舞台 由Enemy製作的電視動畫延伸的手機遊戲 講述了一名平凡的高中生 熱愛的二次元莉莉愛璐 並遇到一名新生 同樣以愛著莉莉愛璐 是一部描述現實與虛構交織的 熱血青春角色扮演作品 遊戲的戰鬥採用式卡牌類型 玩家可以上陣最多四位美少女 每上陣一個人數 就可以多使用一張卡牌 而四位角色最多有四次的攻擊機會 如果遇到相同的卡牌 還能夠合成高型卡牌 另外也會有SP技能 需要每回合的累積SP值才能使用 有時候有特殊的狀況 也會發動合體技攻擊 這樣就可以輕鬆的擊敗Boss 而在劇情上面真的非常貼近原作 擁有大量的動畫劇演藝劇情 玩家能夠收集多樣的Cosplay角色 與他們一起組隊 還能夠與他們培養感情 聊聊天、約個會 也會有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FreeCity是一款超高自由度的開放世界 冒險獸遊 以西方黑幫主題作為背景故事 作為主角 你將與夥伴一起攜手擊敗黑幫大佬 並在槍械交火、標車競速、臥底阿殺等考驗下 主宰製作自由之城 一開始進入遊戲可以先創建的人物 自訂角色的部分有很多地方可以選擇 可以打造出獨一獨二的人物 而遊戲的玩法就是打開放世界的玩法 玩家可以在地圖中自由的探索 當然在遊戲中也會有主線任務 玩家可以跟著主線任務遊玩 戰鬥就是射擊類型 不過戰鬥非常豐富 玩家可以切換多種武器之外 還會有機關槍、火箭炮等等 另外還可以召喚更多的自動機槍座 在地圖上面就有非常多玩法 像是你搶劫了計程車 就可以直接接客來賺錢 或者是在遊戲中與線上的好友 享受一場真人對戰的極致比賽 浩原是由N16R製作的 新作茄夜幻石RPG 主打就是大地圖RPG 還有全新的茄夜幻石戰鬥 以PC版建林三年前 發生的故事作為故事背景打造 玩家將扮演浩原們 最後一任人主卻在李錫天為首的魔珠沙突襲 陷入了滅門的危機 為了重建門派 身為浩原們最後一門門主 將與夥伴們一起復興門派 重新觸發的整面劇情 遊戲戰鬥部分採用兩種方式 即時制還有回合制 在初期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即時制 玩家在地圖上遇到怪物 就可以直接做攻擊 而一個隊伍最多可以安排五位角色 最主要可以控制一個隊長 其他人員則是可以召喚出來使用技能 戰鬥方面非常有技巧 有著多樣的屬性 也會有可知的效果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合體技 合體技需要兩個以上的隊友使用技能 之後就可以再追加合體攻擊 最主要特色就是可以打斷敵人使用的白色技能 而隊長的部分還會有特別的隊長技 大概就是被動或者是輔助技能 而隊長的部分還是可以隨時做切換的 戰鬥部分非常好玩 而回合制的部分就很簡單啦 就跟大家想的差不多 另外也會有家門名聲 也就是家園系統 玩家可以得到名聲 就可以在家園檢測東西 也能夠請好友們來家裡面逛逛 而遊戲的畫面表現還真的蠻不錯的 在劇情方面有著精緻的動畫 也會有有趣的搞笑劇情 讓玩家可以很好的活動在遊戲當中 關聯性百萬亞瑟王環 是由Squeena整版授權 愛玩天地代理的日系卡牌UPG垮平台遊戲 遊戲是百萬亞瑟王IB系列的轉型續作 當命運之輪中 偏你的王與靈洞中的世界盡頭再次相逢 將再次選出亞瑟王來拯救這個世界 之前的你失敗過無數次 這次是你最後的決定 若不成功 這個世界將會消失殆盡 而你這次選擇的人選 卻是一個貪心又膽小的盜贼亞瑟 戰鬥玩法是卡牌的戰鬥類型 玩家可以安排三位角色 每個角色在使用卡牌 都會消耗相對於五點數 每合合的點數也都會恢復能量 戰鬥中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聯繫攻擊 只要使用相同屬性攻擊的第二張卡牌之後 就會增加不同的爭議效果 而且在遊戲中屬性相隔上面 比重也是非常吃重 使用屬性攻擊會提高100%的傷害 而被克制則是會降低50% 所以後期一定會組成有元素的隊伍 而每個角色也都有不一樣的特性 防禦類型、輸出類型、輔助類型 像是我們一開始使用的盜賊亞瑟 他就是雷屬性角色 是可以一直累積降低敵人的屬性 然後給予敵人一次性爆炸的傷害 每次戰鬥也都會獲得不同等級的戰鬥卡牌 玩家可以收集這些卡牌 在戰前準備時先配置好這些技能 如果等級不夠的話 還可以一次的打量升級 後期還會有四任組隊的聯機作戰玩法 擁有豪華的美術效果 更具備魄力的全新BOSS 搭配全新劇情與熱血戰鬥 讓玩家享受更細膩的遊戲體驗 街席獵母團是由Super Penny製作的 LukeLine設計RPG 透過各四個樣的武器與角色之低功能 為玩家提供了深度的戰略樂趣 人類與魔法神物和平共處 這份和平被一部神秘的力量給打破了 為了對抗這股邪惡勢力 共同組建了劍習獵物團 玩家將扮演一名劍習獵魔師 踏上一段冒險之旅 遊戲玩法是射擊類型 一開始玩家可以使用一個技能 用不同的武器做攻擊 最多可以取得兩把武器在身上 隨時也能夠切換 有些是近程攻擊 有些是遠程攻擊 有些還會有集氣的效果 就可以發揮出強大的一擊 而且當拿到品質好的武器 還有機會可以增加一個武器技能 超過100種隨機掉落的武器 讓玩家面臨全新的挑戰 除此之外 遊戲還有另外一種玩法 就是卡牌玩法 玩家能夠收集卡牌 每一個小關卡都能使用一張 當完成卡牌的組合技能 就會有不同的攻擊效果 通常在對付大量敵人 就會有非常好的傷害 後期還可以針對自己的角色 去升級天賦就會有不同的技能 還會有多樣的人物可以解鎖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特色 而遊戲操作十分直觀 透過遊戲內的控制器 可以輕鬆移動攻擊 多樣化的武器還有寶箱搭配 能夠為玩家提供最深刻的戰略樂趣 英雄傳說卡卡布三部曲 是由韓國遊戲公司製作的手機遊戲星座 也是當時系列中 英雄傳說三部曲 現在重新詮釋之版本 包含了三部曲90年代發行的 豬紅血白髮魔女海茲坎哥 玩家將扮演主角 為了尋找尼幼芬里斯妹妹 與來自烏魯特村莊的冒險家邁伊 一起探索廣闊的世界為旅行目標 遊戲的玩法是即時制的戰鬥 玩家可以安排五位角色上陣 在戰鬥開始之後 角色就會自動的移動 也會自動的做攻擊 玩家可以等到累積滿能量之後 就可以使用角色的轉屬技能 而後期開啟了自動戰鬥還有二倍速 戰鬥就會比較方便一些 而有些關卡畫面就會比較特別 另外戰鬥還增加了藥劑補給 可以裝備三種藥劑 補血補魔特殊增益 而另外在遊戲中 也會有一點大地圖的感覺 雖然其實還是關卡玩法 但是在大陸上 還是有機會可以找到 特殊的洞窟或者是一些城市 都是可以直接進去探索 也會有很多樣的副本 或是特殊的關卡可以遊玩 而這次的重新塑造原作中 出現了各個角落的個性 並增加了故事劇情加入全程語音 讓玩家可以更好的融入在遊戲當中 Youtube戰線 是一款機甲題材的二次元風格手遊 在遊戲中 華將將作為主角 以星際探索總隊的身份 代理隊員 在未知的星球中進行探索 在探索中將會遭遇諸多敵人 也會解釋自從到後的夥伴 在重重的磨難中面對艱難的抉擇 遊戲戰鬥方式是小地圖的探索模式 在進入戰鬥之後就會變成即時制 而每位角色可以使用三種技能 技能的部分是需要消耗NP值 NP值需要攻擊敵人或者是依照回合累積 而所有角色的NP值是公用的 在戰鬥中也有很多不一樣的玩法 也可以透過累積每位角色的怒氣 透過Overall的方式來加強自己的攻擊能力 當遇到強大的敵人時 還可以召喚機神來幫忙作戰 就等於多了一個隊友來幫忙 另外也會有角色克制的屬性 還是針對BOSS的破防玩法 整體的戰鬥玩法真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玩家在角色搭配上面 就會有很多種玩法 有些角色在上這的時候 還會佔據兩個空間呢 玩家將帶領眾多的美少女擊破一切的主案 不斷探索未來 一步步揭開背後的真相 《叢林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Rich Reservation 是為了紀念小說 《叢林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發行十週年所推出的作品 故事是由原作者 長月達平監製 講述佛女復活為主題的 遊戲原創故事 而玩家將扮演的第三人的角度 加入遊戲的世界 遊戲的戰鬥是 半自動只立一次進行 在大地圖上面 如果遇見的怪物 就會直接進行戰鬥 而玩家選擇的角色 就會自動的作攻擊 再等到累積滿能量 就可以使用下方的卡牌技能來作攻擊 還能夠隨時切換控制的主角人物 玩家將可以接受各種委託 前進遊戲中的大地圖 在討伐玩、敵人、收集道具等委託的過程中 還能夠培養自己的角色 玩家能夠根據自己的喜好來培養 加他們培育成魔法攻擊型 或者是物理攻擊型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 而玩家也能夠在大地圖當中 與好友們來作攻互動 很多動作都是可以第一時間做出來 也算還蠻有趣的 玩家將能夠與原作主角們一起 在這廣大地圖上 享受正統RPG的樂趣 喵心獵人是一款萌戲喵心為題材的像素風 橫向動作闖關手遊 融合了經典的look-like元素與爽快的戰鬥體驗 在這裡你將化身為一個受僱 喵心科技公司的賞金獵人 在不同的星球執行任務 開啟一場尋找能量與支援的太空冒險之旅 一開始會有兩個角色可以選擇 一個是平均的獵人啾啾 一個是近戰格鬥的火龍果 選誰都沒有關係 而戰鬥的部分就是橫向的動作射擊 玩家可以使用跳躍跟翻滾來刪斷敵人的攻擊 在攻擊的手段有三種 近距攻擊、遠程射擊還有幾層攻擊 在玩法上面是非常的流暢 而戰鬥的時候也非常快速很有射擊動作的體驗 一般在戰鬥的時候 每過一個關卡就有機會得到加成選擇 玩家可以在三種攻擊方式中 選擇一個你比較常用的攻擊手段 它的額外效果也會非常的明顯 會建議要把三種攻擊手段都增加爭議 因為攻擊手段的爭議是不能疊加的 所以如果被換掉就有點可惜 另外也會有額外的導具 像是飛行器等等都可以在旁邊幫忙攻擊 而戰鬥上面是真的非常有趣啊 我們在遊玩的過程中 不管是影迪的介紹還有過長的動畫都非常有水準 也很有帶入感 後期還會有天賦、配點 還有更多的角色可以做更換 雷索納斯是一款超自然災變策略卡牌新作 故事隨著災變、背景下的思緒世界 玩家將扮演科倫巴比桑會的列車長 與夥伴們一起穿越各個區域,排送無知 而玩家將可以自由構建卡牌 運用策略來靈活調整夥伴 同時加以應對關卡的突發危險 戰鬥部分採用卡牌類型 最多可以安排五位角色上陣 在戰鬥的時候會隨機發送卡牌 玩家需要扣除下方的點數欄位 就可以使用卡牌技能 而遊戲中加入了非常多的元素 像是卡牌的屬性、可知的部分 而如果是利用特殊的技能卡 還可以轉變卡牌屬性 另外再將卡牌使用到一定的數量 就可以使用團體的超大必殺技 像是雷元素的攻擊 就可以使用必殺技之後 再使用同元素的攻擊 就能產生加大的攻擊傷害 而遊戲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列車 玩家將可以在A層4 運送貨物到其他地點 透過買賣來換取金錢 而每次運送的過程中 都可以用不同的視角去觀看 這整個世界的全部美貌 而外面也會有很多一屆怪物 都在飛行 感覺非常擬真 以上就是9月份的 四款手機遊戲排行榜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歡迎點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阿龍的搞定這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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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動物